香港维多利亚港停办四年的十一烟火 今年将重新点燃 预计数十万人观赏 尤其要吸引连放八天假的陆客们 香港不少餐厅推出烟火套餐 每人收费上千港元超过四千台币 比平时贵了两到三成 但是香港的旅游业界点出 中国大陆经济不佳 现在陆客消费率减弱 刺激经济可能有限 中国大陆自9月29号起 中秋加十一黄金粥连放八天 促进旅游潮从27号就开始 官方预计两千一百万名旅客搭机出游 中国大陆防疫解封后的黄金粥 不止香港摩拳擦掌 在中大陆本地景点也是一防难求 同时出国人数更是去年同期的20倍 TVBS新闻朱光宏陈日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